先談這個台海的部分 台海的部分 的確這個中共的軍機 持續在這個 侵擾台灣的西南防空識別區 那這個動作 其實在美國總統大選前 就已經持續一段時間了 那當然整體上來講 大概就是基本上 軍事上它戰略上希望 用切箱廠的方式 然後把台灣的這個 台灣的西南防空識別區 你看它已經切出一塊 這個卡卡角 那等於說用這樣一個 騷擾持續壓迫台灣的方式 讓台灣的軍機 這個等於說消耗 那必須要這個 長時間的跟它對峙跟監控 那這樣的一個目的 當然政治上 也是在保持對台的一個施壓 但是他又不敢做太大的動作 那這個我們等一下談就是說 這個美中之間的 這對峙的格局 戰略格局目前來講 不管怎麼樣 美國總統大選還沒有最後底定 北京方面還是擔心 川普有可能對他做 這個出其不意的動作 那同時就是說 在台灣西南防空識別區 這個部分它的一個位置 你看它飛行的航路 基本上看得出來 就是在切斷台灣跟這個 東沙之間的一個運輔的路線 那等於說透過這樣的方式 當然台灣的國防部 也曾經談過說 它可能未來有目的 希望在這個地方 開始等於劃設 它的一個南海的防空識別區 再做一些預備動作 同時你看它派遣的個型的運發 不管是反潛機也好 電蒸機也好 遠竿機也好 或者是運久 這些所謂的以反潛為主 或電蒸為主的 基本上都是在做一些 所謂的戰場經營 也就是說它在探測這個區塊的 不管是這個水下的一個活動狀況 各國的潛艦 然後這個空中的各種的這個電池賣坡 那這些等於說 等於把這些環境的參數都收成好 那有利於未來 它在這個區塊 如果要進行作戰的時候 它的這個高科技的裝備能夠使用 所以這個部分就會放在說 阻斷美軍介入的一個目的為主 那這個是台海的部分 但是你看到 這個它在台海的部分 持續做這個動作 它在美國總統大選前後 有一段短短的時間 你可以看到解放軍 似乎這個演兵席鼓 好像沒有太大規模的軍演 不過從上週開始 又開始陸陸續續發布 從渤海東海一路到南海 那南海的這個軍演 還長達這個將近半個月的時間 所以你看到這個美軍 同時它也沒有受到 這個美國總統大選的影響 它對於這個緊盯解放軍的動態 的動作還是持續在做 所以你看到在11月8號 它在美國大選之後 已經首度派兩架B1B的這個 傳說轟炸機 到南海繞了一大圈 然後這個這兩天 又派了兩架的B1B 這個直抵這個東海 中國的化射東海防空識別區 那這個背後的意涵 當然我們觀察 今年這個4月基本上 解放軍希望準備要以疫謀霸的 這個同時 美軍隨即高度的反應 5月份B1B的這個轟炸機 飛這個第一島鏈的內外 將近有高達10次之多 那隨後這個次數隨著遞減 那美軍用其他的航母打擊群 來開始做一個大規模的演訓 一路到近期 那後頭的這個B1B的轟炸機 飛航的這個次數是有遞減 但是他在勇敢之盾的演習 還有包含像美日利劍 其實也還是有出現過 但近期我們看到 解放軍動作又開始慢慢 一步一步加大 所以美軍還是 等於說用這樣的一個戰略 要押制解放軍 在這個地區的活動 同時還有一個很重要的關鍵 因為雷根號航母打擊群 他已經出海演訓 長達半年之久 所以這兩天 他回日本的橫須賀港 那美軍今年有一個替代兵力的一個 模式就是用B1B 來替代航母打擊群 那對中共的解放軍 進行警告跟壓制 所以整體上來講 我們認為說 近期來北京其實對於 這個華府的動態 是非常這個一步一區的在觀察 那這個基本上 如果敵退他就進 敵進他就退 那他非常小心翼翼 是擔心說川普 我們看到有外媒報導說 這個上週其實一度打算 要這個用飛彈襲擊的方式 可能要把伊朗的 核資反應爐給摘除掉 那他有後來是 被這個國安幕僚給勸阻 但是這樣的一個動作 當然對北京來講 對習近平來講 他也會非常的憂慮 擔心有沒有可能川普 藉由各種的機會 包含在南海也好 或者是說其他相關周邊的 海域對他進行用 譬如說軍事摩擦的方式 然後對他進行壓制 以報復 可能川普都認為 這次他選情 這個持續下滑 都是中國的散播病毒所造成 所以這樣的一個觀點 這個持續存在 你就可以看到解放軍 近期的一些相關的演訓 其實都是走向防衛型 他擔心 這個美國用襲擊空襲的方式 所以你看到他在這個 東部戰區南部戰區 都在演練這個防止 無人機的攻擊 或者是美軍的電子鎮壓 都是這種所謂的 這一個擔心說 這個在川普卸任前 是不是有可能 對中國嚇重走 所以整體上來講 我覺得回歸 這一個追根就底 基本上 這樣的一切的變局 其實還是出於 這個習近平政權 自己軍事擴張的野心 那他這個野心如果不變的話 美軍不管未來是由誰執政 我認為基本上用軍事 對他進行這個 所謂的戰略圍堵 或戰略的威責 這樣的方式 還是會持續進行 也就是說整個印太地區 未來緊張跟緊繃的情勢 應該還會持續一段時間 哈囉各位觀眾 感謝您的收看和支持 如果您喜歡我們的節目的話 請記得按讚 並且訂閱我們新聞大破解的頻道 並且要記得 要開啟旁邊的小鈴鐺 按下去之後 會定期的接收到 我們最新節目的通知 那麼如果您對我們的節目 有任何的感想或心得的話 也歡迎您在下面的留言區 留言來和我們交換意見 新聞大破解的節目是定期更新 每週晚上9點半會定期更新 我們下次再見